大家好 我們是冰凍郎 我是JD 有一種螃蟹 大家應該每年到這個季節 它的網路流量跟討論都會最高 就是我們的大雜蟹 很多YouTuber的前輩大大們 就會推出這個大雜蟹的禮盒 今天就是我們的網紅開箱的這個企劃 烏鴉前輩呢 就是有在網路上販賣這個大雜蟹 接下來就讓我們等阿南 把這個大雜蟹跟火影司機拿過來吧 喔 螃蟹來了 剛司機來就跟我說 這是大雜蟹叫我們要 要趕快吃不然他會掛掉 阿 都不能吃嗎 就是阿南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像螃蟹這種生物呢 它平常裡面的這個蛋白質含量 是非常高的 那這種螃蟹在死亡了之後 它們平常生活在海水的環境裡面 所以甲殼類的生物 其實它們身體裡面 菌的數量會比較多的 這個死掉之後 它體內的那個菌 的繁殖速度會非常快 大家要切記 就是大雜蟹一定要吃活的 死了就不要吃囉 哪怕很多菜也不要吃 如果吃的我跟你講 不管是拉肚子還是什麼的 那個跟廠商或者是跟供應 都沒有關係 因為大雜蟹就是不能吃死的 所以這個大雜蟹在冷藏環境有時候 它不是死掉 它只是暫時進入休眠的狀態 那你可以把它放著退冰一下 你就會看到它是土泡泡 或是會動 就代表它還是活的 所以它等一下會動起來 沒有你現在聽了它 它裡面就有那個 啵啵啵啵的聲音了 它現在卡卡卡的感覺 對它就是可能在土泡泡的聲音 那目前我們聽到的聲音 可以確定它是活的 那接著就讓我們趕快把它打開吧 打開好期待喔 看它跳來跳去的感覺 你是不是第一次吃大雜蟹對不對 我人生沒有吃過大雜蟹 而且我那天聽你說大雜蟹 我也以為它像帝王蟹一樣 是那種超級龐大的螃蟹 所以你有沒有看 它現在裡面都還在動 看它的眼睛 它還動來動去 檢測螃蟹有沒有活著的方法 我跟你講很簡單 首先就看它有沒有動 像這個呢 品質目前我們必須給它比一個讚 這品質非常好 它連夾子都還在動 明義檢測螃蟹的方式就是 你去戳它的眼睛 你這樣戳它的眼睛 它就會回來 好可愛喔 戳它的眼睛它就會回來 那第二個就是土泡泡 目前看起來是非常好 原因是為什麼 我不用戳它眼睛就在動了 切記喔 煮它的時候連繩子一起下去煮 它身體上最強壯的就是它兩隻熬 不然你在操作的過程中 可能被它夾到 就會很痛 然後裡面有一個這個保冷劑 這一次我們買8隻 然後是1980嘛 平均一隻 200多塊 200多塊算是公訂行情價啦 差不多啦 大蟹是一個高貴的食物 小小一隻就要兩隻 感覺算便宜啦 好那接著就讓我們趕快來煮它 不然我們在料理大雜蟹的這個過程 就是給一個電鍋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對 讓我們趕快開始料理它 OK 如果你拿到這個大雜蟹 它因為這個殼平常是泡在腿裡面 或者是養殖的區域 一開始要把它刷一刷 用這個刷子 把這種殼上面 喔要幫它洗個澡欸 對對對 就是有那個泥沙沾附在上面 就可能刷一刷吃起來 心裡的感覺會比較好味道 對對對 畢竟這殼你等一下要去啃它嘛 大雜蟹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技巧 就是你要放它的時候對不對 因為你正放的話 等一下你的膏就全部都在鍋子裡面 所以大雜蟹要保放 對大概就是這樣 好那接著就讓我們直接進電鍋 那一般來說烹調的時間大概是 4-5分鐘 喔 OK好那我們就開煮 來上菜啦 上菜 欸阿南 你說你這輩子沒有吃過大雜蟹 我第一次看大雜蟹 香味是真的有在香欸 那這次就交給你 剪刀打開之後咧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這個繩子有沒有 就拿起來 然後放到旁邊的那個垃圾在裡面 第一步驟丟垃圾 然後呢一般我們打開螃蟹的方式啊 就是從後面這邊 後面這邊 喔 對 一剉就開了 喔 對這邊 這黃黃的就是蟹膏 對這就是蟹膏 然後我們就是吃這個殼 然後這個身體的部分啊 你這樣子握著它 然後往兩邊 那第一步拿起你這個殼 然後把湯匙這樣子挖一挖 然後你就會清出一口 非常大口的這個蟹膏 這個也可以是不是 對 中間不要起來 就是中間那個是嘴巴的部分 包含這白白的也可以嗎 呃 是嗎 我幫你弄好了 我幫你弄 哈哈哈哈 很好吃耶 這個大雜蟹的這個鮮度跟口感都算是好 沒有腥味高很濃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神奇耶 我一開始以為它會比較屬於就是 比較沒有味道 但是我剛吃起來那個鹹度是很剛好的 你會感覺是一道已經完整料理過的 我會覺得它是清蒸的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它的調味很好 對對對 那一般身體我們在吃的時候 就是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比較唯一要注意的事情是 這個地方 這個一片一片軟軟的這個 那你取完之後 你確定這個腮有沒有 你都把它取下來之後 稍微這樣用力 去擠它 肉就都會被它擠出來了 就會擠出滿滿的肉在這個外面這邊 那這一口呢 你就可以同時吃到蟹膏的味道 一些些蟹肉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有時候季節一到 就一窩蜂的狂吃大夾蟹 因為那真的是太爽了 而且又只有那個季節可以吃 瞬間懂了大夾蟹好吃在哪裡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這吃的是會上癮 真的 那因為我們這邊呢 很多工作人員都說 他這輩子沒有吃過大夾蟹 首先我們來那個 訪問工作人員一號 大家好 大夾蟹 第一口 老闆為你吃 我好 感覺怎麼樣 嗯 就自然就好 只有不錯 沒有 可能是客家人啦 吃起來就吃簡單的 客家人吃簡單的 這對客家人 啼花的 以下開放客家人 攻擊他好不好 好 那下一個 你覺得還好嗎 太直接了吧 你也沒吃過對不對 我沒有 二號 這個面部表情 還在理解照你 我 反正不行那個Joker會卡掉 你覺得怎麼樣 這還蠻好吃的啊 就是第一次接觸 但是 應該是我沒有吃過不好吃的 這是我第一次吃螃蟹 你第一次吃螃蟹 我會覺得真的 你第一次吃螃蟹 對啊這個東西有點貴 這樣子真的很貴 這樣很貴吧 很貴吧 可是你今天不用錢啊 以上就是我們本次 針對這個烏鴉跟丟丟妹 聯合推出的這個大雜蟹的開箱 我個人先做一個簡單的種子 這一次的評價 我會給到一個中上的程度 這一次這樣子的質量跟等級呢 我覺得就是OK 如果呢 大家沒有吃過大雜蟹的話 我個人鑑定起來 我覺得這條通路是絕對可以買的 合價 合價真的是好吃 而且來的新鮮度沒話說 肉質也OK 那你第一次這樣吃下來 你覺得怎麼樣 這一次讓我入坑了 我以前從來不覺得 這種東西是 可以去當來享受用的一個行程 但我現在可能會安排一個 吃螃蟹的行程 對這樣一個月的秋季 就要更認真的工作 沒錯 就影片幫我們多按讚 多留言 多分享 謝謝啊 真的真的真的 那現在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直接從網路上面下單 然後它就冷藏配送到你家 一個簡單的電鍋 就可以享受到好吃的螃蟹 非常的方便 我們非常推薦大家 以上就是我們本次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在底下留言 留下你的心得 或是看法 或是有什麼想看的企劃 或是什麼想開箱的品項 都歡迎告訴我們 大家好 我們是冰洞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